转自微信公众号九边 基辛格这人在中国和司徒雷登有点像 是中国人最熟悉的陌生人 几乎谁都听说过 但好像又谁都说不上来 这人到底是干啥的 正好这两天他去世了 我这边也聊聊 1.基辛格的上尉史 基辛格在中国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这个词咱们从小听到大 不过能得到这个称号的人并不多 一般是那种实实在在给中国带来了好处的人 才会给这个名号 那问题来了 基辛格干啥了 他配得上这个名声吗 如果要用个中国人做比较 来描述基辛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可以看张维维 张本人是学者出身 现在也在复旦当教授 他同时对政治非常感兴趣 以前是邓公的翻译 现在也比较活跃 但基辛格在每个层面 都走的比老张远的多 基辛格是德国犹太人 但德语说的不太好 纳粹上台时 他们家跑到了美国 他后来在美国上大学 一直读到哈佛哲学系博士 随后在哈佛教书育人 哈佛期间 他逃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只是他自己当时不知道 那时 哈佛精英慧翠 大批后来在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 都在哈佛教书 比如著名的布勒金斯基 后来这人也干到了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当时 他们就在哈佛做同事 平时没事就瞎唠嗑 形成了亲密的革命友谊 基辛格一辈子消息灵通路子也 跟他到处都有要人朋友 有很大关系 基辛格前半生一直忙学术 不过内心一直不宁静 像个公号作者似的 经常写文章讨论时政 并经常上广播 给大家解读新闻 那时候的广播就是现在的直播 很容易圈粉 由于对时政有深刻认识 终于被权贵给发掘出来 搭上了纳尔逊 洛克菲勒 这人是我们熟知的那个初代洛克菲勒的第五代孙 这个洛五代想竞选州长 然后竞选总统 这需要一堆出谋划策的人 于是就把基辛格从大学弄了出来 当他的选举顾问 承诺将来等到他当上总统 基辛格就是总统顾问 后来在基辛格的不懈努力下 这个洛克菲勒武士最终也没能选上总统 反倒是基辛格自己成功当上总统顾问了 原来基辛格在当顾问期间太耀眼 在他们圈里的名声已非常大 并且写了几本重量级的书 以至于新当选的总统肯尼迪 对他印象非常好 对 就是那个被爆头的肯尼迪 当时肯尼迪有个小算盘 他有个言论非常有意思 说美国是四权分立 众所周知 美国是三权分立 这三权说的是负责打官司的法院 负责制定法律的国会 还有总统带领的政府 他们撒户部归属地分立着 但在真实运行过程中 政府并不是铁板一块 政府内部往往还有个小圈子 官僚们自己决定 哪些命令听总统的 如果总统的命令 让他们很反感 他们就阳奉因为 兢兢业业地把总统的想法搞砸 然后老百姓就会骂总统 其实这个在哪都一样 无论是总统还是皇帝 任何想法都需要官僚来替他们搞定 如果最高意志想做的是 官僚不同意 有一半种办法给你搞砸 所以肯尼迪私下说 美国是四权分立 司法 立法 总统和官僚 特朗普上台后一直也说这事 说有刁民要害阵 说美国有个deep state 不听他话 杨凤因为不要脸 这种思路其实跟肯尼迪是一脉相承 为了解决这种情况 肯尼迪想了个办法 从大学找了一大堆学者进入政府 这些人没根基 跟官僚不是一伙 唯一能依赖的就是总统 所以对总统忠心耿耿 如果大家看着眼熟 也正常 我国历史上就这样 皇帝管不住手底下的大臣们 就启用太监 或他老婆家里的人 也就是外妻 在美国 这些学院派的人 跟中国古代的太监外妻 其实是一样的 没根基 需要依赴总统 天然和官僚们合不来 在这个背景下 基辛格和其他一大批哈佛同僚 进入肯尼迪政府当顾问 不过肯尼迪只当了一千多天总统 就被爆头了 这个过程中 基辛格的工作一直也没啥起色 究其原因 肯尼迪对基辛格的国际战略思想 倒是非常看好 但基辛格一直都不是肯尼迪的核心圈 肯尼迪天天跟他弟弟在一起混 有啥是他俩一起商量 甚至找妓女他俩都找同一个 江湖上传言 他俩和玛丽莲 孟露同时有一腿 后来肯尼迪死了 基辛格又跟着继任的约翰逊混 约翰逊对他也没啥好感 这两个总统在位期间 基辛格基本上啥都没干成 真正上位 要到中国人熟知的尼克松 下图就是阿根正传里的约翰逊 现在的那个纸牌屋里 目下总统原型就是他 1968年大选 基辛格回到老东家洛克菲勒武士那里 帮助他竞选总统 对手就是尼克松 据基辛格的传记作家说 基辛格在这次大选中两边下注 一方面帮助洛克菲勒全力去赢 但背地里向尼克松提供了大量 他在政府内部打听到的消息 最终哪边上台 他都能赢 果然 富二代花花公子洛克菲勒 没拼过老滑头尼克松 尼克松上台后 第一件事就是把基辛格 叫去当自己的国家安全顾问 基辛格特别会做人 洛克菲勒这人没心眼 不知道他搞两边下注 基辛格确认要跟着尼克松混 还跑去跟洛克菲勒 搞了个君子之约 说好基辛格在政府里 对洛克菲勒能帮就帮 而洛克菲勒作为民间大佬 也要给多年兄弟力所能及的支持 双方要面向未来 持续共赢 然后基辛格就高高兴兴 去当他的安全顾问了 这里就有个问题 这个国家安全顾问的职位 到底是干嘛的 顾名思义 这个职位类似于一个咨询性质的工作 像领导身边的秘书小王 或东北大哥身边的包算小妹 美国建国时 其实没有部长 那些部长都是总统的秘书 所以美国的国防部长英文 叫Secretary of Defense 国防秘书 国务卿叫Secretary of State 国务秘书 但这些秘书官僚化 变得不大听使欢 总统又得重新顾秘书 最后秘书的权力越来越大 为四我国的上书房 皇帝控制不住三省六部 就给自己书房的人付权 就是上书房 书房的权力太大后 皇帝继续在找书房 比如明朝的内阁和清朝的军机处 本来都是皇帝的秘书机构 后来走到了前台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个职位也一样 本来没啥权力 但尼克松这人非常独断专行 脾气暴躁 又自恋又鄙视一切规则 自己的想法天马行空 但又没有操盘能力 需要有专业人士去替他干活 但他讨厌官僚 不想找官僚 因为他想干的事 官僚们一件都不让他干 或者各种推诿找理由 所以他就要搞小圈子 尼克松为了打破这种僵局 开始让自己的秘书独揽大权 有啥事不跟国务卿商量 只跟一群顾问们私聊 探讨完后 让秘书们私下去干 秘书把事搞定后 他站出来宣布官僚想反对 但事情已经搞定了 各种内阁会议都成了过场 非常像后来的川总 川总有啥事 就叫上闺女 女婿 还有彭斯 彭泰奥等心腹 他们几个拉个群私聊 基辛格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上位了 在他之前 国家安全助理可有可无 直到基辛格成为西一任的国家安全助理 基辛格非常会做人 在白宫非常注意尼克松的感受 比如 尼克松对他们犹太人是非常警惕的 基辛格在监控白宫时 最开始监控的四个人就是犹太人 而且对犹太人非常苛刻 这就和领导站在了一条战线上 尼克松一声讨厌犹太人 唯独不防着基辛格 基辛格经常参加总统的秘密会议 参加完就去搞暗箱操作 时间长了 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安全事务助理 权力来源于事务 干的是越多 权力越大 在他之后 美国安全助理这个职位的存在感 等体是下降的 到如今 已没人知道 谁是美国卸任的安全事务助理了 而且 基辛格和尼克松之间的关系 远远不是上下级那么简单 他俩比较心有灵犀 有点像乾隆和小弟和珅之间的关系 乾隆爱写弱智的小歪师 每天写三首 写完还让手底下的人品评 大家由衷地鄙视他的作品 但又不好直说 只能说好诗 真是好诗 但又说不清楚哪里好 搞得乾隆觉得 大家并没有真正领会自己作品的精髓 只有和珅能准确说出乾隆真正心意 不仅说写得好 还能说清楚 具体啥地方好 基辛格和尼克松就是这样的好基友 经常吹捧总统真牛逼 而且能说出具体哪里牛逼 拍马屁的核心就是一定要多一些细节在里面才能拍爽 到了1971年 基辛格在白宫变得权力非常大 类似大内总管 和唐朝的高丽氏的角色差不多 是唯一一个能够所有时段随时见到总统的人 也洞悉尼克松所有的想法和恐惧 他说的话领导也愿意听 离开白宫 他能完全代表总统 总统不方便去做的事都由他来代劳 甚至在中国和周总理那场长达二十多个小时的马拉松谈判 也是他完全独立操刀的 这在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2.秘密访华 我们经常听说一个词叫基辛格秘密访华 这个非常奇怪 到底为啥要秘密呢 正大光明的来 有人会拦着你 还真有 谁 国务卿以及美国几乎所有的文官 1971年尼克松上台时 美国的情况并不好 深陷越战泥潭 全国老百姓都不想打 天天示威游行闹来闹去 电影《阿甘正传》里有讲 那个给阿甘发了个证书的 就是尼克松 跟苏联的对抗又不太占上风 不仅不占 资本主义事件那些年典比较背 美国债台高筑 引发整个大西洋两岸发生滞涨 也就是既通货膨胀 又失业率高起 黄金本来就不够 法国人开着军舰 从美国往法国拉黄金 不仅如此 美元的地位也岌岌可危 法国戴高乐 根本不鸟美国 还跟苏联勾勾搭搭 德国的一块领土 不是也在苏联阵营吗 德国人准备跟苏联出好关系 将来好把那一块要回来 而且大家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 到了1971年左右 整个西方国家都准备好 要跟中国合作了 加拿大1970年就跳出来 承认了北京政府 1971年的一次联合国大会表决中 美国提了一个 试图保住台湾在联合国地位的法案 遭到了整个北约盟友的反对 后来中国加入联合国那次投票 整个北约也都是赞成的 大家已经准备好做买卖了 所以我一直说 利益是超越意识形态的 在这个背景下 反这几十年的尼克松 被迫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地位 那些年中国尽管点倍 不过有些成就还是举世瞩目的 比如在朝鲜战争中 中国一战成名 美国再战后也不像之前那样 轻视这个国家了 而且中国在1964年核实验成功 1967年轻弹实验成功 1970年火箭也有了突破性进展后 中国的影响力尽管美法跟美苏相比 但也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再加上当时中苏以决裂 这个背景下 尼克松开始思考中国的地位 觉得如能拉拢中国 就可牵制苏联 他准备重新安排一种新军事 说把世界划分为五大力量 美国 苏联 中国 西欧和日本 将来这五大力量要保持军事 所以必须得尽快解冻中美关系 减轻美国压力 增加世界平衡 所以尼克松找基辛格商量 基辛格一开始觉得匪夷所思 但这个想法 本身非常契合基辛格在哲学上的多级和军事比论 最后一拍集合 准备把中国从苏联那里拉拢出来 搞个新军事 这样更稳定 说不定能把其走活 基辛格在自己的书里写道 中国拥有巨大的潜力 中美和解将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 如果我们能掌控这一进程 我们将会掀起一场革命 但这个操作太复杂了 如让美国国务卿去谈 这是想都不用想 会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外交纠纷 双方在谈判桌上 你来我往寸步不让 中国要求美国撤出弯弯 美国要求中国赔钱建国的时候 中国没收了一些美国在华企业 中国还抓了几个间谍 美国要求把那几个间谍要回去 双方已就这些问题十年开了140多次会 根本没有一点进展 自然不能指望接下来这段时间能有进展 而且美国文官们基本都反华 一方面美国自己搞完麦卡锡主义后 统一了思想 同行新中国的外交官全被扫地出门了 比如毛主席的小伙伴谢韦斯就被赶出去了 官僚里只剩下了一堆反华的 另一方面 蒋委员长花了大价钱在美国搞院外游说 花钱请游说公司煽动美国议员们反华 这事也做得卓有成效 美国那边谁敢说一句同情新中国的话 立刻会遭到同僚和媒体的暴击 这个背景下 尼克松觉得不能指望国务院的官僚们 应该想想别的途径 比如派个总统特使过去 直接跟中国上层单聊 聊成后直接宣布结果 生米煮成熟饭 基辛格偷摸一顿秘密渠道外交 完全跳过了美国负责外交的国务院 自己作为一个秘书去操办这么大的事 先在巴黎找了个秘密途径 聊好时间地点 然后基辛格先装模作样 要去巴基斯坦 到了巴基斯坦 偷摸上飞机飞往中国 等他上飞机后 尼克松才装作突然接到消息的样子 去找国务卿 说有个是忘了跟你说了 基辛格在巴基突然接到中国邀请 所以他直接去中国了 你也别往心里去 不是故意要跳过你们 以后有事还是要多沟通 你看我脑子不好 快老年痴呆了 有事总记不住和你说 国务卿又不是傻子 一想这他妈不是故意搞我呢吗 没过多久 直接辞职了 基辛格到了中国 整体谈得非常顺利 因为中国也希望拉一个墙员 来摆脱1971年那会儿的困境 美国自己上门了 没道理不抓住 而且毛主席当时有如日中天的威望 这件事也就作为国策定了下来 如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没有破冰 他去世后的难度会大到离谱 没人有那么大的威望 能压抚官僚们 对 中国这边也有这个问题 就这样 中美破冰慢慢走上了正常化路线 不过尼克松千算万算 没想到他开创了一段历史 自己却没走完 因为很快水门事件暴露 他在大选中 舞弊被抓了现行 一开始还好 后面越来越失控 到最后局面彻底崩溃 他自己也被迫辞职 让副总统接位 他俩做了个交易 副总统一上台 立刻赦免了他 避免了美国变韩国 尼克松倒台后 基辛格继续当国务卿 不过他权力已过大 这也成了各方共识 我在前文也讲过 他们这些文人 和我国古代的外戚宦官一样 权力来自于皇权和总统 总统换人了 他们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新总统和基辛格之间 又缺乏他和尼克松之间的 那种深刻的信任关系 没过多久他就被赶出了白宫 他的老友布勒金斯基 进入白宫接替他的位置 三 大义于江湖 基辛格后来常说一件事 他说美国历史上最关键有四个时刻 独立战争 内战 珍珠港 和中美建交 他这么说 有部分原因是中美建交主要是他一手促成的 不过有一点在业界是达成了共识 中国的转向 对世界后来走向有决定性的影响 也对苏联后来的崩溃至关重要 因为苏联不仅失去了最大盟友 还多了一个恐怖对手 尤其这个对手慢慢开始 进入到西方贸易体系后 变得日益强大 苏联之后在各方面左之右处 越来越有心无力 中美和解产生了两个结果 中国在军费上可以大幅降低 毕竟不用同时防两个超级大国了 经济上也就可以喘口气 苏联就惨了 得加军费防这两个大国 本来就穷 现在更惨了 后来越混越错 终于分裂了 基辛格被赶出白宫后 权力没了 但影响力却一直都在 这个解释起来比较费劲 大家记得那个大师王林布 一个玩变蛇的神棍 竟然有一堆明星干女儿 跟各种大佬都关系危险 不少人了解了这事后恍然大悟 原来明星大佬这么爱看蛇 当然不是啊 他们脑子又没被驴踢 怎么会同时那么喜欢看蛇呢 这就叫事出反常必有妖 那个妖就是关系 任何群体里都有那么几个人 处在枢纽位置 通过它 你能联系得上任何人 这种类似WiFi热点的人 往往天生具有天大的影响力 他背后的每个大佬们 都投射了一部分影响力 在他身上 你觉得他无所不能 你自然愿意多帮他忙 将来好让他帮你忙 这样你的能力就成了他的能力 几千个非常有权势的人 愿意帮他忙 换取将来他帮自己的忙 这种模式会让他变得权势大到极点 权力就是共识 这句话大家一定要反复理解下 成熟型社会里 这种人非常多 大家熟知的 刚死了的那个参议院大佬麦凯恩 还有那个佩洛西 都是这种人 流水的总统 铁打的元老院 一直在那里待着 影响力并不比总统差 之前谍中谍里的白玫瑰 都是这种前客型热点人物 高盛那个总裁 后来干到美国财政部部长的鲍尔森 他在自己的书里也说 他们高盛到某个国家投资 一定要找到那个 能对目标国知根知底的人 这样他们就能知道 到底和谁聊才有用 避免两眼一抹黑 事实上 鲍尔森自己也是这么个人 不时让他当财政部长 就是看上了他在华尔街的关系 基辛格就是这样 从哈佛教授 再到洛克菲勒财团顾问 随后进入白宫 成为白宫最有权势的人 最终以一人之力 链接起了两个超级强权 后来在当国务卿时 又和沙特王室成功链接 奠定了石油 美元的霸权地位 到此为止 他的权势已超过了国务卿本身 在他离开白宫后 这种权势一直跟随他 一直持续到现在 大家其实看新闻也能感觉得到 美国那边但凡有大型会议 一般都会叫上他 我国大佬去美国谈判 也会先去见他 因为他不仅有影响力 还有各种小道消息 整体而言 过去半个世纪里 基辛格确实帮了中国不少忙 也一直在为中国的是奔走 不过这种努力 反过来也是对他的一种负能 他成了整个西方最了解中国 也是最能在中国搭的上线的人 他的影响力和权力都来源于此 色 尾声 这些年基辛格在美国的名声不太好 跟比尔盖茨似的 他俩尽挨骂了 他俩都鼓吹全球化 希望政府尽快搞疫苗 而且对中国比较友好 这几件事 美国老百姓都非常反感 跟比尔盖茨相比 大家对基辛格有种独特的讨厌 因为不少美国人认为 他和尼克松应该对中国的崛起负责 当初他敲开了中国的国门 把中国带进西方贸易体系 这些年一直在保护中国 让中国不知不觉中变那么大 所以老头在美国基本是公敌 此外 他更招美国人烦的地方在于 他一直提倡全球化 而我们前文讲过 全球化当中 美国肯定是受益的 只是受益很不均匀 蛋糕的大头被资本家给切了 普通老百姓有点倒退 美国基层老百姓提起全球化就发火 全球化就等价于失业化 老头之前也有篇文章讲 全球化这事 通篇就是一句话不能逆全球化 乡亲们 以美国的现状 逆全球化就是死路一条 自由贸易是帝国根基 不能动啊 不能动 帝国就是信仰 西罗马已经灭亡了1500年 但是经罗依旧在 大唐也已经陨落上千年 但是永远活在一部分人心里 只要帝国的火炬高举 自然有人上贡 美国的灯塔地位不能塌 形象不能倒 倒了美元就成废纸了 美国也要变巴西了 想做千年帝国收住避税 就得要点脸 这也是基辛格所有哲学的根基 不过他是哲学家 这类问题精英们都不一定能搞懂 更别说老百姓了 所以他已经被美国右翼给批凑了 原因吗 你都成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 你说你为美国人着想 谁信 不过客观地讲 基辛格确实是把美国放在第一位的 只是在服务美国的过程中 帮到了中国 也成就了他自己 他和比尔盖茨一样 人民配不上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